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票房非常好 可是有很多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 感觉到有点接受不了 说我们小时候看了 那个八六版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 你看里边的孙悟空挺顽皮的 猪八戒有点傻的发唧的 沙僧呢 憨厚老实 怎么这都是凭卡通的好人形象 怎么搁在西游香膜里头 感觉这几位是正义的化身 专门打吃人的妖怪 怎么他们也成了吃人的妖怪 所以很多八零或九零后接受不了 其实我跟大家说 人家周星驰拍这个西游香膜 是符合援助精神 你把吴承恩写的西游记援助翻开 你看看 孙悟空 猪八戒 沙僧 就是吃人的妖怪 他们在归顺唐僧之前 干过不少坏事 也吃过不少人 咱们看到八六版的电视剧 是为了能够让大家接受 主要是为了让少年儿童接受 因为西游记小孩喜欢看 所以不能把这个人拍得太丑陋 太凶财 所以要拍得可爱 可亲 可敬 可信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熟悉的 那个八六电视联余剧西游记 其实是做了很大艺术性的架构 要咱们现在有的朋友说 我熟悉西游记 其实你不是熟悉西游记援助 你是熟悉电视剧 那么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 就根据西游记援助 给大伙好好说说 你头脑当中那个师徒四人 和真实的师徒四人 就援助里的四人 它有多大的差别 咱们今天呢 从头开始说 先说谁 先说唐僧 从小出家 他的生生父亲究竟是谁 西田取经 他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 宠爱八戒 他到底打着怎样的算盘 吴承恩所塑造的唐僧 真的是无懈可击的完人吗 老蓝故事会为您讲述 可疑的唐僧 唐僧是个什么形象的 多数人认为 这唐僧是一个有点软弱 能耐也不大 心磁面软 这虽然是他的缺点 但是他的优点非常突出 就是在取经路上 他的意志力最坚定 百折不回 我最终一定要到西田取经 那么真实的唐僧是不是这样 西游记原著里并不是这么 唐僧身上有很多 我们认为挺讨厌的缺点 只不过原著里写的都藏着呢 你得把它挖出来 首先有一点呢 唐僧的出身就挺可疑 有人说那有什么可疑呢 电视剧里呢 不说了吗 说唐僧啊 小名叫江流尔 长江的江流水的流 说怎么叫这么名字呢 唐僧出身挺悲惨 他爸爸呢 叫陈光蕊 要说怎么唐僧俗姓姓陈呢 就从这来 结婚吗 俩就结婚了 结了婚之后呢 就开始赴任 去当官 没想到 在这个船上 被这个盗贼给结了 把这陈光蕊给推江里弄死了 这满汤椒长得好看 哎 他就把这满汤椒给霸达了 但是这时候满汤椒呢 已经怀了孕了 就怀着陈光蕊的孩子 救唐僧 这个生下这孩子 第二天 他怕这个盗贼害这孩子 就救起来 救起一看篮子里头有血书 打黑一看呢 这唐僧他妈写着 我的身是什么什么什么 有好信任救我孩子 告诉我孩子身是什么什么 说我这孩子呢 我是顺江把他漂流走的 小名就叫江流儿 就这么着老和尚呢 既然把这个孩子救起来了 哎 天天教的佛法 那唐僧一天天长大了 也成小和尚了 然后等他大了以后呢 老和尚告诉他身世 你说 那唐僧不姓陈 他不是陈光蕊的儿子 那那谁的儿子 说就是那盗贼的儿子 他应该姓刘 刘洪的儿子 说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人家从扔绣球那时候 就开始了这个过程 说你想 宰相的女儿 还犯愁嫁人吗 怎么能习了糊涂 上大街抛绣球呢 你这个过程就可疑 说不定是这么回事 这个满堂椒在家里 做了败坏门缝的事 什么呢 女儿嫁出去 好引人耳目 说这个 谁让这个满堂椒怀的 就是那盗贼刘洪 他俩原来人就是一对 这么稀了糊涂扔绣球呢 总算把这存货 处理给唐僧他爸爸了 处理给陈光蕊了 可那边那盗贼刘洪不甘心 因为我的女人 怎么能让这状态弄去呢 所以半道在江上截杀 把陈光蕊杀了 把满堂椒又抢回来了 这个合理在哪 这推测 你说嘛 这满堂椒跟这刘洪 俩人过十八年 他要真身仇大恨 你把我丈夫弄死了 怎么怎么着 我一定要弄死你 十八年了 俩人一块吃一块睡 得多少机会啊 随便下个药 我拿把刀 让你睡着了 有的是机会 这十八年 他为什么没动手呢 所以有人猜测 他俩才是远配 陈光蕊等习了糊涂的 没等结婚 先戴上绿帽子 孩子都不是他的 但是这个推测 提出来有人说不对不对 为什么不对 你想 按你这种推理 那唐僧就这刘洪儿子 那既然是他儿子 一家三口都团聚了 干嘛要把孩子顺姜扔进去 你这个不合理啊 这是 你解释不通吧 所以这个说法一提出来 有人说这都胡说八道 可是你正面说不通 反面也说不通 那这唐僧绅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跟大家说 这是西游记第九回里写的 这第九回压根就是扯淡 就杜撰出来的 不是吴承恩亲笔写的 有人在这里边找出毛病了 什么毛病呢 大伙还记不记得这个西刊取经啊 就是取了经书 他们几个走了 如来佛祖突然间问观音仆子 观音仆子 唐僧这些人经历了多少难 唐僧藏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整整八十难 佛门中久久归真 还少一难 这第一难叫金蝉遭匾 为什么这第一难呢 唐僧是佛祖座下 第二弟子叫金蝉子 他因为在西天犯了错误 给匾了凡臣 金蝉遭匾第一难 叫这个出生己杀 第二难 刚要出生差点就被人杀了 第二难 第三难满月偷江 第三难满月以后被扔到江里 第三难 最后寻仇报冤 第四难 这是前面四难 凑到最后九九八十难 那么这里头就出现问题了 你前面第九回怎么说的 是唐僧出生第二天 就让他妈顺着江给扔走了 可是在九九八十一难 第三难叫满月偷江 就说满月了 一个月了 把这孩子偷江里 怎么能一本书里 吴承恩前言不对后语 跟吃错药似的 写错了呢 那这怎么回事呢 这就说明第九回 不是出自吴承恩的手笔 那么后来这个书西游记 流传之后 有人看完了就琢磨 这书不对呢 这你看啊 宗悟空石头里蹦出来的 沙僧卷帘大将 周伯介天锋元帅 调戏长额下来的 沙僧打碎琉璃展 白龙马也是 犯了戒条 就这么给扁到那盒里头 唯独是里头的第一主人公 唐僧 没有绅士 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到底是状元之后 还是强盗之后 到底是属于光明正大的 状元的孩子 还是私生子 这就很难讲 那么说呢 有人说甭管那个 英雄不问出身 你管那干嘛 后来西天取经了 最后得成正果了 那么说 唐僧 他愿不愿意西天取经呢 有人说 那还用说 一道上就他最坚决 宋悟空会回花火山 周八戒经常张了散伙 又不是唐僧 一人信念支撑着 能西天取经成功吗 你打个圆柱看看 又不是这么回事 唐僧西天取经是 卑鄙无奈 怎么回事 当时唐朝的皇上 当然这都菩萨变的 这俩和尚来干嘛来的 可是拿人家的手短 吃人嘴短 他刚穿上这架裳 拿起这禅杖 这俩和尚跟唐太宗说 你这水落大会没用 为啥 你们是小乘佛法 不是大乘佛法 传授不正 信了 信了说 哪位臣子愿意给我取回真经 下不大臣一琢磨 天下出定 我乡府还没乡完呢 让我到十万八千里开外 我哪受得了 门之声 这唐太宗转一圈眼睛 就盯着唐僧这 你看愿不愿意取真经 他并不愿意 你看 臣愿效全马之劳 为陛下去为真经 所以他走的时候 他下面的徒弟问他 说师父 西天取经一道 妖魔鬼怪诸多 艰难贤苦 所在皆是 你这去着不害怕吗 我说唐僧说句什么 得蒙圣上恩宠 不得不尽忠报国 这是西游记原话 就是当今皇上这么宠爱我 我不得不尽忠报国 你看 不得不 说明他不愿意去 没招了 逼到这了 我就得去 所以唐僧在 你看西游记一开始 这一道 把他给吓了 给吞了 说孙悟空得去弄马去 孙悟空要走 唐僧你别走 你走了 他来吃火 孙悟空说那我不走 你得去把那马找回 唐僧我到底怎么着 你说那咱俩干脆吧 咱师徒俩坐着看着行李 大人瞪小眼 一直等到死就完了 唐僧这一道 你看一开始哭哭啼啼 总哭 为啥 他没想到 哎呦 这咋这么苦呢 早知这我不来好了 所以他不是真意外西天取消 他其实是什么 没办法给逼上来 唐僧也和猪八戒一样 猪八戒这一道 一见着美女 走不动道 一见哪有事 有事不去了 商量咱们把这行李 分不分不散火得了 唐僧不是没这想法 就是他没在嘴上说 人家说你怎么知道 咱可以把西游记原住打开 有一回叫四圣式禅心 就是呢 他这西天取经经过一个庄子 这庄上呢 一个老寡妇 领着仨闺女过日子 这四位呢 都是菩萨 为叔菩萨 整个网上弄到树上掉下来了 就一试试这几个人就那三位都行 这猪八戒有点花心眼 原住里可不是这么闲 原住里是唐僧问几个徒弟 人家这老寡妇菩萨变的 就问 说我们这儿啊 好 你看我们这儿有钱 几辈子花不完 你看我们这儿 我这儿仨姑娘 如花似玉 我这儿也不差 说你们 问唐僧 您是愿意留啊 愿意留啊 还是愿意留啊 原住里写 唐僧就没支声 问好你愿没支声 他为什么不支声 他心里琢磨他 哎呀 留下来还是不留下来 他想这事呢 所以这时候原住西游记 写的是特别特别细腻 包括人家最后那寡妇 都直接提出来了 你仨徒弟 配我这仨姑娘 我虽然素质大点 咱俩正好 这时候唐僧可能听得直翻白眼 咬磨这事 然后接下来人家再问的时候 唐僧装不住了 没招了 自己主动发问 悟空啊 你如何 孙悟空我怎么不去 这个 唐僧又问沙僧你如何 又问猪八戒你如何 你看 为什么唐僧问这仨人 其实无非就是 最好你仨都答应 你仨答应留这了 我肉眼樊胎 你们不去取经了 我靠啥去 那我也就给你们留下来 就给个台阶下就完了 结果这孙悟空沙僧呢 这两位倒是一心取经 不讲情练 不留不留 把猪八戒留下 这唐僧没理由呢 唐僧那时候不是不动摇 他也动摇 有人说照你这逻辑不对 那后边还有女儿国呢 那女儿国国王 玉帝哥哥 你就留下来吧 不要走了 唐僧是最后斩断 万缕情思 坚定信念 我不跟你好 我得取经去 这都是电视剧编的 你打开原著看看 都不那么回事 原著里怎么写的呢 原著里 唐僧就是个大骗子 感情骗子 他这么女儿国国王 不让唐僧走吗 说你要想获得这个 过关的度蝶为数 说白就通行证 护照 你想得着护照 你必须留下 今夜凉宵难得 你就答应了我吧 你王陛下 唐僧一看没招 跟孙悟空商量商量 干脆吧 咱们假结婚 就跟着女儿国国王说 行 我同意 我跟你结婚 结果结婚当天 说我那几个徒弟 得取经去 我留下跟你过日子 我得送送几个徒弟 一天日子没过着 所以原书里写的什么 唐僧就是个骗子 感情骗子 答应人家来 又没办事 跑来 你看唐僧一和室 出家人不打旷语 他没少撒谎 不光女儿国撒谎 你记不记得 他怎么骗孙悟空 带上那警务的 带完了就念舟 所以咱们看 西游记这本书 原著里的写唐僧 他就是个普通人 他也好色 也探讨享受 也有虚荣心 也在理想主义面前动摇过 也怕这个怕那个 所以我们各位看西游记 他可绝不是个童话故事 你仔细看那里头 西游记其实是个社会讽刺小说 跟后来我们看到的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官场先行记》 和这个小说有非常好难合度 尤其像那个老残游记 刘厄写那个 通过游记的方式 把对现实的不满 一一装到里头 所以咱们看西游记 要把它当作一部讽刺社会的小说来看 可能你会从西游记当中 挖掘出更多有用的东西 凭借一根金箍棒 孙悟空灵霄宝殿无人能挡 然而谁又能知道 他大闹天宫的背后 竟然是一起被精心策划的局 从圣任毕马温 到毁调潘桃源 再到被押五指山 孙悟空究竟是如何被算计 又是谁在算计他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被算计了的孙悟空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